瑞瑟湘工所今年5月份规划的清美部落小旅行活动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顺眼到9月10号起1连2天登场 10号顺利进行了部落餐桌饗宴 广受游客的好评 不料参数台风来袭 11号包括了洛神花体验DIY 部落导览等活动 乡长曾经光是紧急了喊咖顺眼 各式道地的部落传统美食一道接着一道上桌 部落主厨从旁解说 游客民众不仅吃美味佳肴 也饱享了奇美部落传统饮食文化的好滋味 奇美部落小旅行的游客民众各个称赞直说只回票价 在这个竹杯其实不同的部落里面其实也都有 他们说喝饮料起来或喝啤酒起来 因为它有气口还有毛气口 所以味道会特别不一样 热热香其实是我们原住民客家人 还有闽南人三大主体共和的地方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地同下 我想也就是这个机会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能够到瑞瀉来 享受瑞瀉美好的气氛 瑞瀉江公所配合原民会推动 原民部落产业扶植计划 今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不论是农场体验 温泉到泛舟 部落年纪文化等游城体验 三年下来都深获游客民众的好评 即便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但仍不减游客民众的兴致 配合我们的季节 我们的农场 还有我们部落的一个文化 来整个整合 甚至于我们把17个部落的特色 加上我们地方的特色产业 还有我们的观光资源 整个整合起来 谈点起来 让游客不只来这边一天 甚至他可以来这边long stay 让他真正的体验到 我们对瑞瀉的各项的生活跟文化 跟观光资源 今年相公所各场次的部落小旅行游城 包括了原定5月份登场的 奇美部落小旅行 也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全部顺延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趋缓 赶在这个周末假日登场 不料现在又碰上了 灿速台风来搅局 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 以及游城品质 今天包括了洛神花体验 DIY部落导览等等的游城活动 在部落餐桌饰宴后 全数喊咖顺言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